一张张明星小卡互被收藏 这是90年代学生的潮流 拥有属于自己偶像的卡片 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流行 那这个是他刚出道的时候 很流行的羽毛剪 很多女生都会学他把这个 头发剪成这个样子 像这个的话就大家知道 这个是在三天三夜的MV的造型 每个时期的造型都要收藏 才是身为粉丝的最佳认证 不只张慧妹当时还有其他巨星 金城武 刘德华 孙耀威 还有安市奈美会 然后大家都会把它放在 自己的透明的桌垫下 然后以为就是觉得 他在陪我们上课 无论是刘德华 金城武 甚至是日本的安市奈美会 都是90年代学生搜集的目标 但现在的国高中生 是在收集这些 那个YouTube上卡通 感觉这个蛮好玩 要动到脑筋 所以就去学学看 然后就觉得不错玩 不收集这个其实就有点落伍的 对 感觉 手上满满的游戏卡牌 全部都超级华丽 全部装上卡套保护 现在的学生搜集游戏卡 比起从前的明星卡 价钱差很大 在日本的卡店买的 一张正版卡片要价动辄几百到几千元 以前的明星卡却不到十几块 但现在看起来却回味无穷 在台北看的也不上 把时间拉到90年代 戏剧中大家都会出现 这些怀旧的明星卡 藏在铅笔盒内 或是桌垫下 全为学生时期的另类回忆 记者有进去寻金台报导 一变直线 称之为L点 接下来 在不在L线